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这个是属于这个定力方面的问题 也就是说他有时候看得很清楚 有的时候看得很模糊 那么有时候看得很明 有时候看得很暗 这个都是一个过程 这个是一个过程 就好像就往内看 往内看 其实不管你往内看 往外看 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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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我说脚位好吗 他听不懂国语 他从小就是读日本字 等下叫同门要翻译 你是邪字文的 是 你用我 我搞 我才不喜欢你用我四口四 是 是 是这样 你这有时候看得很清楚 有时候看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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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看得很暗 是内观 看内观 看内观 看自己的眼睛 看在内观 看在内观 这也是一种看的方法 不过你认真 认真 认真 打拼的时候 我在新加坡说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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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省點 省點是慢慢的好 像像剛才剛才說的那個保瓶器 那就是要幾個年的工夫 所以我們真的的時候就進行這中 七分鐘都不能耍耳朵 十四分鐘都不能耍耳朵 兩分鐘都不能耍耳朵 這樣就 如果能夠兩分鐘 都沒有百項的念頭出現 給你影響 影響你的選領 這樣已經是很厲害 如果能夠坐兩分鐘 都沒有百項的念頭 背出去到背進來 已經就是很厲害 但是這種就是要靠 我們上上的練習 上上的那份量 跟保瓶器一樣 明天都要做 你如果選領的工夫 有夠的時候 你那時候要看你的來觀 看裡面 那時候就很明 會很清楚 會清明 那叫做清明 只剩一個兩頭而已 隆中沒有什麼兩頭 會清明 那都穿一穿什麼會 穿一穿說 那一隻高山 一隻高山 去給師父的擱到的 要擱到一支 擱到一支插坡上面 他怎麼走就走去走 就剛才領著那 也可以說 請想說 有那種水在用火星 靈火星的水 放在那裡 那如果火星 貝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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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 門店就是這樣,他就走不去了,剛才靈在那裡就走不去 我經常坐著,都跟他靈一吋的心臭,要不要動? 我告訴你,一種的靈法可以幫助你的,可以看得清,看得不清 我在那個高雄的那個... 不是有講過,我那時候講的就是金剛送,那叫金光亮酒意的方法 金剛送就是金光亮酒意的方法 你將你的心化作一條靈火,你的心化作一條靈火 靈火上面,有一個日葛的輪,只有胖的輪,一樣 日月輪,我們稱為日月輪,這是日輪,月輪,月輪,真清的輪 倫頂面,現時尊的酒意,奧,孤獨,連身,失地奉 這個酒意奧,孤獨,連身,失地奉,繁文 是繁文,要關上繁文,繁文的酒意日 你從歐子,你從歐子開始,歐子這樣,你看歐子 判過,九,判過,如,判過,連,判過,生,判過,失,判過,敵,風 每日你都想出來,一日一日看出來,一日一日看出來,一日一日看出來 你這樣漸漸,他在看那個日,在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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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金剛送,不出聲 但是你是用管上,管上你的心化作一條靈火 在彈火上面,有一個日輪,日輪上面有歐子連身,失地奉 現在回到的時候,用順時鐘的轉 順時鐘這樣回到,一日出來,第一日出來,第三日出來,第四日出來,第四日出來,第四日出來 第四日出來,五日出來 這樣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這個就是金剛送,這一趟幫助你的精神一條 就是連身活佛在廣喜堂的開示 由於廣喜堂特別有設置藥師佛的談成 所以應同門的請求,師尊連身活佛,特別為大家做藥師佛的灌頂 包括藥師佛來,包括日光菩薩,夜光菩薩,十二要叉神將,金剛要叉明王,這些的灌頂 那麼我們只要觀想藥師佛來駐頂就可以了 藥師佛來奉 由於大家都知道待會兒,師尊就要去機場,離開台灣了,所以有很多同門,紛紛下了班,趕到這裡,就是期盼能夠再見到師尊 而且身體有病的同門,更是非常的珍惜,能夠得到連身活佛清冠藥師佛的灌頂 這一天,廣喜堂湧入了大量的地址 這次廣喜堂也特別在桃園設計了解師餐會,還有供養表演節目,讓大家能夠與佛同樂 尤其是之前,我們看到了穿在日本服飾的師兄師姐們,更是投注了心力,在這一晚,表演了日本舞蹈供養師佛 也在這裡。 做高級章的歌手 所以說,現在我們在現場,從本城出身為源於三國 現在我們現場,在台東京,開放! 行為十大,開放,雲,大,開放! closed正那,開放,雲,大,開放,雲 我們現在會連臨,瀕,雲,大,開放! 好 大家热烈掌声再一次的欢迎 谢谢他们表演 感谢有你 满我一身 让我有勇气做我知己 那人的心 感谢命运 往海活动 我一定要为真心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们的爱你 谢谢我们的爱你 谢谢我们的爱你 谢谢快乐 好 大家热烈掌声 谢谢吉祥 财源不存来 圣尊连生活佛身在台湾 关心台湾 爱台湾 这一晚 战时要离开故乡了 师尊把心中满满的爱 再化为无尽的加持 赐福给在场所有的弟子 这一次 连生活佛佛 佛驾台湾各道场的巡礼关怀 在这一天 战时画下了句点 连生活佛无私地传授秘法心药口诀 我们真的无法形容内心 对师尊的敬佩与感恩 所以我们真的要细细地去体会 师尊的说法 努力精进实修 报答施恩 没有人 能拥有永恒的岁月 在人间 待了几十年 返航的 发船 来的时候 叫我 如何 不流泪 只因为 轻易的包袱太沉重 交代的 虚语 说了又说 爱上 突然 用伤心疼 握紧的 变成 赤裸的 爱童 总有那么一天 总有那么一夜 我写作的 最后 一页 我写作的 最后 一页 你们 可以 想想看 请 今天 我的 誓言 我愿意 将 你们 全部 全部 带走 全部 带走 台湾累脏寺 风水极佳 连生活佛也称赞 但这里 是生机的 好林地 更饮年 即将来临 台湾累脏寺 欢迎您 登记报名 安太岁和光明灯 祈求虎年 一切平安 光明吉祥 生肖属虎 猴 蛇 猪的朋友 请您 特别记得 安太岁和光明灯 台湾累脏寺 安太岁光明灯 服务电话 049 2312 992 这几年 虽然 网路发达 印刷之夜 不如以往 但 联生活佛从没有一味 大环境的改变 而放弃写书 现在 美国 印尼 都已成立 卢盛宴文集的推广中心 在台湾 联生活佛的互乡 我们 是最幸运 能随时请月到 卢盛宴文集的有福弟子 现在 一年一度的 国际书展即将展开 请您感恩 请您顾持 请您把握 新年大福报 卢盛宴文集 国际书展 等你来拿本包 欢迎再次收看 给你点上新灯 首先 我们来欢迎 联名上师 上师好 第二位 我们来介绍的是 联来上师 再来欢迎的是 来自印尼的联祖上师 我们知道这个联祖上师 对不对 来自这个印尼 那我们联名上师 联来上师 在我们 真佛中的 东南亚的几个 国家道场啊 纷纷的去这个弘法 对于真佛中的这些 修法的这些道场呢 你们是不是有一些 每到一个地方 就会有一些 不一样的感受 其实在新加坡那里 我们以为 我们只是那样 以为 以为 过后还发现 原来是在弘法里面当中 是非常好问的 然后在马来西亚的 就另外一个情形 大家很热情 很热情 非常热情 就是联名上师 联名上师 没有 联来上师 联来上师 会 然后 马来西亚 对 还有呢 所以 来到台湾 我是觉得 台湾的同盟会比较稳重 比较稳重 稳重 大家都很有礼貌的 就是 该问的时候 问 该热情的时候 都热情 哦 其实本身是怎样 不单只是每一个地方的佛水不同 其实整个佛教 当他去了不同的地方的时候 他也会很自然的 跟当地的文化融为一体 就好像说这个佛教 从印度 存到来中土的时候了 他被这个开元三代士 这是不空 金刚志跟三五位 存到来五台山的时候 他融入了 他变成这个台密 台密 很多人以为是台湾的密教 其实不是 台密是说五台山 这是中国五台山的密教 所以当这个空凯大师 从日本来到中土五台山 学了密教之后 再带回 围去日本 成立了他的高野山的时候 他跟日本的地方文化融入之后 变成了东密 当这个密教跟佛教 传到去释藏的时候 他变成是藏密 当他传到去台湾的时候 好像正佛中一样 他很自然的 会跟台湾的文化融为一体 所以我们是密教 但是我们也唱卢山战 我们也能高王经 密教本身没有高王经 也没有卢山战 但是因为我们跟本土文化融为一体之后 很自然的 会不一样 所以当这个正佛中 传到去马来西 印尼 加拿大 很多时候他跟当地的人 人民的风俗融为一体的时候 很自然的周围 变成很热情的 所以说每个道场也有他好的一面 很好的 台湾的佛学水平本身是比较高 因为他的佛学的气氛很浓厚 而且是很开放 他每一个中派都是有一个对佛陀本身的恭敬 所以这些是佛法的也是很好 他的包容性也是蛮大的 好 那我们这个印尼的莲祖上师呢 哇 风尘仆仆 才从宜兰跟过来 这真的是我们看莲祖上师也是定我们非常赞叹 之前他是医生 哇 竟然为了真佛中 为了弘扬真佛密法 然后放下一切 对不对 今天妈妈也坐在这边 你好 莲祖上师妈妈 你好 上师您来到台湾呢 现在是上师的身份了 您这样看走了这么些道场 您觉得特色在哪里 我是很羡慕台湾的道场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会 我觉得他们会懂得中文 后来那世尊的书每一次出的时候 就是会先在台湾先出版 那同盟应该会第一读到师尊的书 那不像我们印尼 我们印尼是比较难 因为我们不懂的中文 所以我们还要翻译成印尼文 才能够来看师尊的书 哇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同盟很有福分 道场全部都是很有福分的 虽然是夸张我们有福分 可是也觉得很惭愧 因为实际上我们如果真的有去到印尼 真的觉得说 有时候也不是我能够使得上力的 因为我不会讲印尼文 他们完全不知道华语的 然后他们只会听得懂印尼文的话 就完全要靠翻译的 而台湾我们是直接出版师尊的书 然后大家又可以第一时间拿到师尊的书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珍惜 所以上司觉得说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 不过我们曾经看到这个联名上司 他去庄严雷藏寺 您在当时说第一天去就看到 然后又有第二次又有第三次 到他们的坛城前的时候 有看到有白衣大士观世音菩萨 您看到了观音菩萨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看见 这是跟开悟有关系吗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跟开悟没有关系 其实是这样 最主要的是因为佛菩萨 加持这一次的弘法心情 就好像一般来说我是这样 我去每一个道场都会参拜他们的坛城 然后有几尊我是个人会注意的 比方说莲花童子 根本上是的法相 我一定会故意去找一找一定是在中间 另外还有找我自己的本尊 还有看看我的根本护法 看到了这三尊之后 我一般来说都是闭起眼睛 就向他们更坦诚的佛菩萨去祷告 我希望这一切的弘法都可以很顺利等等的 记得有一次了 其他的佛山我是比较小看 我是真的比较小看 很老实的讲 有一次去到某一个堂 去到某一个堂的时候 我也是好像疫情一样 看到根本上司的法相 然后看到我的本尊 我的护法 只要我就闭起眼睛了 闭起眼睛的时候 就看到一尊很大的莲花生大寺坐在前面 之后我没有故意的去想 很自然的就会出现 来加持这一次的同修开示 那之后过后才发现 原来这个道场 以莲花生大寺为主尊 已经有二十多年 所以这是很灵光的 这个不是我自己的功德 是因为根本上是有加持 我们这一次的弘法行程 还有佛菩萨有加持 所以本身来讲 我们弘法人员也是抱着一个心态 所以说 如果是自己看到的东西 没有利益到别人的 我们不会讲 真的好 一个可以利益到别人的 跟自己没有关系的 好像看到莲花生大寺 对我自己没有什么 对我没有嘛 但是可以利益到别人 可以提升他们的信心的话 这个我觉得需要讲 但是不是因为说 我看到什么 我看到什么 然后觉得别人需要攻击我 这个就不对了 所以很多时候说 开悟是智慧上的佛法 看到什么是有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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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所谓的看到我们的记性 还有看到外来的佛 如果你看到的不是你的记性 是外来的 那你看到的是外来的佛 不是看到你的记性 就像您刚刚讲 以那个做准则 如果没有什么帮助 对别人没有什么 就不应该讲 不要讲 那这个问题很严重 因为大家都等着你说 你看见什么 这是很多普遍 有些人弘法的特色 大家就喜欢听 那是因为可以让他们 提醒他们的相信的话 是可以的 人家也会认为说 他修的是不是很好 我们常常是用这种来界定 其实根本上是 在最近的文章里面 已经有讲过了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听到 你可以通灵 这个是因为你跟佛菩萨 连接着 连细 连细到 这个 这个跟开悟没有关系 跟开悟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这样想 佛菩萨要让你看见 佛菩萨自然会让你看见 跟你自己没有什么关系 好像根本上是已经讲过 以前这个耶稣 所以说 他抱在手上的羊 都是受伤的 因为受伤所以要抱在手上 当他已经没有病了 他可以继续跑的话 耶稣不会抱他 情况也是一样 当你对佛菩萨的信 没有很坚固的时候 佛菩萨会给你感应 满足你需要得到的感应 但是当你已经很坚固了 感应这个本身不是说佛法的究竟 他不会老是让你得到这种感应 因为这个会让你坏掉 所以我们必须要以佛的八真道 十二因缘 四心地 还有大层的中观证见 菩提心跟处理心做一个标准 来慢慢的学 不要以感应来做一个标准 才是对的 以前师尊早期的一些书 谈到这些比较多 起零啊 有些像我们以前怎么会皈依的 也是因为起零 那可是现在这个阶段 我们就师尊比较重视的 就是怎么样去开悟 所以这样听联名上师讲的 我们就知道 联名上师的境界 他开悟了 可是他看见于什么 那个跟他的开悟都是没有关系的 那都是某一个阶段 要利益众生而出现的一种现象吧 哈哈哈哈 因为时间的关系 再次谢谢三位上师 谢谢 谢谢大家 各位观众 联身活佛为了关怀众生 广度有情 特别决定 将在2010年2月27日 台湾雷藏寺亲自主谈孔雀明王护魔大法会及灌顶 孔雀明王大法若能相应可转定业 如此殊胜百年难能的机会 请您一定要把握参加 台湾雷藏寺孔雀明王大法会 看到平na汉 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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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